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今天跟大家講講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兩個字,辣椒 先講講市的情況 今天市開頭都沒有什麼高開 曾經上過24300水平 不過其後突然一逐一聲,市就下回去 一度跌超過200點 不過其實好在跌幅稍微收窄 最後全日跌173點 收240800 成交768億 比昨天多了少少 市跌其中一類股份 在胎內包括內銀股 看到公行跌1.4% 50天線都失手了,有點弱 加上能源股也很差 包括中石油 又跌1.6% 令市就這樣下跌了 今天市其實早段跌幅很厲害 曾經跌到24000點 不過好在得到A股強勢的大動之下 跌幅得以收窄 上去240088點收市 不過即使是這樣 明天回軟的機會仍然比較大 原因是 回到這兩個字 辣椒 辣椒是甚麼意思呢? 今天很多地方都有辣椒 中國有 外面有 香港也即將有 先說說中國 中國最近的辣椒 有很多動作 先是發文說 監控好十大風險 接著又啟動三套利 致在就是 金融去槓桿 嚴空 內地金融機構的風險 在措施的出爐之下 內銀 這些金融股 就首當其衝 剛才提及過 工行 已經明顯下跌了1.4% 50千失手 另一隻大的 內銀 建行也是弱勢的 都是要跌超過1% 都是跌得比大市多 這就是中國方面的辣椒 令到市後市仍然有隱憂 與此同時 外面有辣椒 這就涉及北韓 出辣椒是誰呢? 就是美國 據報道 美國將會派三隻航空母艦 駛向朝鮮半島 好像作勢要打北韓 雖然這個市場 不少人認為 這個所謂辣椒 其實未必是很辣的 是去招來多些 可能是靠客 志在嚇一嚇 金正恩 讓他不要再又核肆 又射導彈 搞亂區內局勢 但無論如何 今天消息報道一出 三隻航空母艦 又傳出中國瀋陽軍區 都特別調動 去到鴨綠岡滲訪 北韓出現難民的說 搞到市場氣氛 驚一驚 今天十點多 突然說伏仁跌下去 都是因為 美國辣椒引伸出來的 利潭影響 無論如何 即使大家覺得 是虛招 也好實招也好 都要等時間 證明是虛還是實 因為一般估計 去月中 最有機會 金正恩 核試或發射導彈 都要月中 有什麼情況 就是一來 死鬼白夜的誕神 二來 就是建軍節 這些重大日子 外奸估計 可能趁這些時間 做一些核事 他就建立他的威信 所以 即使大家覺得 他可能去招 都不敢 就不理他 都要等過月中 這些重大日子之後 發覺金正恩 真是被美國嚇到 拋到榔頭 不敢動 這樣才會 不再擔心 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辣椒 仍然會困擾市場 第三個辣椒 就是香港 這個還未出的 市場估計是辣椒 因為 梁振英 知識特首 加上 財政司 加上 運輸局 局長 張炳良 三人就會在 未來7.3% 開記者會 一般估計 都會講 樓市辣椒 情況 究竟出什麼辣椒 應該都會有影響 起碼對地產股有影響 對地產股 最近 是強強低的 現在可能都會 因著這個情況下去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港股應該的勢比較弱 加上其實 國企指數已經率先下去 已經穿了50天線 技術上 首先轉弱 所以這樣拖一拖之下 恆新指數 預期 都會 再次 向24,000點 以至 50天線支持 進發 試一試 所以 後市偏弱的機會 是大一點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